用膝蓋翔也知道 就是真的把車修好 那個要花的一些心力 時間絕對不是簡單幾個月就可以搞定的東西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種種因素 我最後就是真的是冷痛 然後就決定說不然 那就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微 那今天呢我能來到板橋的大駐重機 我今天就是來把我的愛車R1 等一下就要把他的車牌 然後我會帶著我的證件 然後去板橋的監理站 我準備要把R1給報廢了 至於為什麼真的要報廢呢 就請大家聽我微微道來 那我的R1呢就在我的後方 後方有兩台車 哪一台是R1呢 各位其實兩台車都是R1 這個有驚慌的是我自己的2020的R1 那這個呢 是大駐重機 那個襪子哥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前一陣子這個 子恆有拍一步 出去旅遊 然後 發生一個回轉的車禍 那時候那個襪子哥騎的R1呢 就是在這邊 那有點同病相連的感覺 因為兩台都是撞得非常嚴重的R1 就是有點 不勝唏噓的感覺 好那回歸正題 相信大家一定看到 這個消息 我覺得應該都蠻意外的 因為其實從我車禍以來 一直都會有這個訊息 來問我說R1要修多少 然後什麼時候會修好 甚至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有給我 鼓勵這樣子 就是叫我加油 然後很 期待呢看到我在 騎著我自己的R1 上路然後拍影片給大家看 那其實看到這些訊息 然後也有一些鼓勵 我是很開心的 但是心情呢 是五味雜陳的 因為當初車子剛送來這個大駐重機 做一些估價 還有一些損傷的評估啊 等等的時候呢 他算是壞了一個 蠻麻煩的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這一陣子呢 我就是有跟大駐重機的駐哥嘛 還有一些 比較懂車的朋友去討論 然後還有跟我們的這個 保險的理賠人員 去詢問這樣子 他就是說 小偉你現在就是有兩條路可以選 一個 就是把這台車報廢 另一個呢 你就是要把它修好 就只有這兩條路 你要嘛把它報廢 要嘛把它修好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其實我當初呢 我其實 車子剛壞掉的時候 老實說我那時候是希望把它修好的 因為畢竟車子騎了一年了 我覺得有感情 我當然還是希望他可以修好的 但是後來發現就是 修理的費用也好 需要花的時間也好 那相信大家也知道前陣子疫情肆虐嘛 如果要 叫一些料啦 像這種 R1的工程級跑車是不用講 一定都是要去跟國外去叫料 用膝蓋想也知道 就是真的要把車修好 那個要花的一些心力啊 時間絕對不是 簡單幾個月就可以搞定的東西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種種因素呢 我最後就是真的是冷痛啊 然後就決定說 不然 那就 好像真的只能選擇 報廢一土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今天心情啊 真的 就像前面所講的 就是五味雜陳 非常的沉重這樣子 就是 畢竟 陪了自己整整一年的車 然後曾經跟著我到處 走來走去啊 下過賽道 然後 到那麼南邊這樣子 好那 我剛剛已經把我們的 重機的話是前車牌跟後車牌 要帶去這個監禮站 辦理這個 車級報廢 還會帶著我的 身份證 還有 車子的行照 那我都已經 戴在身上了 剛剛有詢問一下祝哥啦 基本上 去 任何一個監禮站都可以辦理這個 車級報廢的 程序 所以我等一下 因為就近嘛 所以我等一下就帶著車牌 然後就即將呢 去我們的板橋監禮站 然後辦理這個報廢 那現在 時間是下午的 2點20 監禮站的營業時間 剛剛有查了一下 是到下午5點 所以時間還算 OK 對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就要 出發 然後去我們的板橋監禮站了 那就 夠吧 好各位 那我們現在人在板橋的監禮站 今天請到我們這個 D2的 你好 D2的利友來 是不是 台中口音 不要笑 今天笑不出來 今天要把自己的愛車這個報廢的心情非常沉重 看到笑臉會不爽 不要笑 沒有在笑 很沉重 戴口罩不知道 確定沒在笑 沒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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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內流滿厭的 是是是 那種氣死 我不知道你覺得 因為利友騎車也比較久 你覺得對車有感情 很正常的啊 是嗎 對啊 因為他會陪你 度過一段歲月 就是你看到這台車 你會回想到 他可能 陪你經歷幾任女友啊 幾任情人 什麼的 我帶過 要兩隻手了是不是 腳劑一下 不行我們要沉重 對要沉重 我很多朋友 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 他們都會對自己的車講話 然後取名字 像是西捧啊 他的那台野狼 他姓陳 他叫陳曉峰 你有印象嗎 你說他的車叫陳曉峰 他的車叫陳曉峰 就真的像 像取自己的小孩一樣 取一個名字 這樣子 比如說 停在路邊啊 會去跟他聊聊天啊 講話說 最近媽媽怎麼樣啊 什麼什麼的 我雖然不到 會去跟自己的車講話 可能只有發不動的時候 會靠給他 唯一的對話 好啦 我們等一下就 報廢完再跟大家聊一聊 跟他報廢的這個 程序 那走吧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身邊的 又多了一位 D2的這個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我們是來看 潔尼龜有沒有在這附近 亞當剛到呢 我就辦好了這個 報廢的程序 其實蠻快的 一下就結束 其實跟那個 過戶 跟過戶有點像 一開始跟過戶有點像 就是你先去查 你這台車還有沒有要繳的稅金 然後剛剛其實繳了 牌照稅 繳了800 800多萬 對 800多塊 然後 查完稅之後 就帶著我的身份證 還有刑照 前後牌 重機有前後牌 然後去繳回 剛好像還繳了什麼 繳了一個 什麼稅 300多塊的稅 又繳了一個稅 第二個窗口 對 在第二個窗口繳的 不過還好都可以刷卡 不能刷卡 就要去便利商店繳了 然後那個 剛剛櫃台的阿姨 還跟我說 蛤 你2020年的車 就要報廢了喔 嚇一跳 我說對啊 我車禍 阿姨就 等沒事就好啦 我如果 我那時候是 手還是包著石膏進來 他就知道 為什麼了 他不用問了 他不用問了 何必提示 我要報廢 剛剛亞當一來 我說亞當 我的R1報廢了 曾經我們一起出路過多少地方 一起騎下去 青檔車大會室啊 什麼的 然後一起 又去哪裡玩之類的 亞當剛剛馬上聽到就這樣 他直接 對 R.I.T 在天上 繼續在天上 去吧 孩子們 對 繼續在天上騎吧 對 自己奔跑吧 所以這就是一整天的 因為我剛剛先去大駐嘛 因為我啊 因為本來車牌在大駐 所以我剛剛去大駐拿車牌 然後在那邊 又再見到我的R1 你知道嗎 對 看到R1那個 屍體破碎的感覺 心情那麼複雜 亞當雖然有這麼多車 但有 有報廢過或什麼嗎 我連倒都沒有倒過 安全駕駛 亞當愛車人士 下雨就不騎車了 下雨不騎 都用走了 地板撕我就不騎 好那今天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報廢的 紀錄吧 也跟各位 講一下就是說 對啊 我R1沒有要修了 直接 跟大家公佈說 沒有要修的 同時就是 直接拿去報廢 這樣子 好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都在下方的留言 也可以問我 這樣子 然後有什麼 經驗分享 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我是稍微感謝我們的兩位兄弟 亞當跟 那個利歐 好那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板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